非有消息 一架停厂近半年的英航A350客机终于有救了 空客公司已经安排出时间使用超级运输机大白金 为它运送了维修备件 这架英航的A350客机就是画面中我们拍到的这架G-XWBB的弟弟G-WBC号 也是一架空客A350-1000 今年的4月6日 它被违征航空的一架波音787刮秤 导致右侧的水平安定面受损 水平安定面在飞机的尾部 用于增强飞行稳定性 飞机的尾部有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 水平尾翼是由水平安定面和升降舵组成 它们非常轻 传统飞机使用蜂窝状铝板 现在较多的使用复合材料 维修航空的造势客机是一架波音787-9 注册号G-VAID 当时正准备推出起飞 有人说 因为波音比空客结实 所以两个多月后 它就完成了修复 6月21日已经重返蓝天 而倒霉的银行A350-1000 却一直停在西斯罗机场 至今无法使用 早期的波音飞机 确实比空客要结实 所以个型在飞完客运后 都能再改货飞个十多二十年 而那个时候的空客由于身轻皮薄 所以货机比较少见到 具体可以看看我们之前的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空客货机比较少那一期 不过现在两架都使用了复合材料 应该差不多了 特别是今年初 日航的A350在东京那起事故 反而很好地验证了它的质量 只不过对银行这架A350-1000来说 由于它的水平安定面 是在德国汉堡生产 虽然不沉重 但是长约8米 宽约6米 超出了一般的工铁海陆运输限制 折腾到伦敦是非易事 考虑到包装支架和专业性 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备件最终决定由大白金运输 大白金最早使用空客A300-600改装 称为A300-600ST ST就是特殊运输的意思 它的机身上半段 被改装成一个大幅加出的 圆筒型机身 主货舱的宽度和高度 都达到了7.1米 改装就是为了运输大型部件 比如GE或者是机身 第一代的大白金的货舱容量 就高达1400立方米 超过了著名的安124和C5银河 仅仅比安225和波音的梦想运输机 略小一些 可以轻松的装下空客A320 A330 A340和A350的所有机身组件 2019年 空客又使用A330-200 改装了新一代的大白金 叫做Beluga XL 也叫做A330-700 Beluga XL的体积更大 装载性能更强 9月9日 当地时间上午11点过 注册号为F-GXLO的新一代大白金 抵达了西斯罗机场 为停厂半年多的银行客机 送去了备件 相信过不了多久 G-XWBC就能重返蓝天 看来 在专业运输和救援方面 还是特种飞机 最微风 作用无可替代了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